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篇文章是为纪念52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新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而创作的文章说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的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 知心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 这些观点借助一些极端的个案 胡说知心是被毁掉的一代 上山下乡是受迫害 历程式化等错误言论 这些言论醉翁之意不再久 实际上是企图借此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该文章立即遭到了各界的强烈谴责 有网友说纯粹为错误和栽赖洗地 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研究院这个词 知心下乡既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明显进步 也没有带来大国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变化 甚至也没有带来观念的变革 伟大壮举伟在何方壮在何处 这明显是为文革方案为极左思潮张目 也是对农村改革的否定 不仅当年那一代知心不能答应 但凡有点正义感的人士也不会答应 上山下乡既然那么好 当年抢着回城干啥 如今再下乡 请高官先送自己的子孙先下乡 面对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应 历史研究院删除了该微博文章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以来 一直在为文革方案 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开始 修改历史教科书 将邓小平时代定性文革为内乱 修改为艰辛探索 2018年7月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红军发表了建议国家启动新时代上山下乡功成一文 鼓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 2019年4月 共青潭中央为贯彻习近平思想以及乡称整形战略规划宣布将在2020年前组织一千多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自愿下乡 为什么习近平执意要为上山下乡运动方案呢 如何看待上山下乡运动 是伟大壮举还是旷世灾难 下面我与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 习近平面临毛泽东当年的困境 文革史学者普遍认为 毛泽东开展上山下乡运动 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持续两年多 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一再呼吁复刻闹革命 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 但腹水难收 社会震荡的混乱 仍然无法自知 另一个就是缓解城市青年就业压力 从1966年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 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 成为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那么今天习近平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 除了要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各国厂家纷纷撤出内地的现状 而且还要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强大冲击 以及由此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失业率 中国今年有874万高校毕业生 而明年高校毕业生的总人数 预计高达909万 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 目前中国的情况与50年前相似 尤其多年来的城市化 无法让大多数年轻人在城市安身立业 于是想把年轻人送到乡下去 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 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非常严峻 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电荒问题 现在都出来了 这将引发连锁反应 他们想消解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年轻力量 因为这股力量容易搞学潮 容易搞运动 把这些人打发到边缘地方去 缓解中共的政治安全压力 第二 中国进入知青治国时代 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 前后经历了25年 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2000多万人 这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历史上罕见的 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 当年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 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1978年10月 中共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 并安置知青回城和就业 1979年后 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 上山下乡是习近平的青春记忆 他并不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灾难 相反他很怀念那一段时光 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 对我锻炼很大 我几乎一年365天没有歇住 除了生病 下雨刮风 我在窑洞里跟他们砸草 晚上看着牲口 然后跟他们去放羊 什么活都干 因为我那时候扛200斤麦子 十里三路不换肩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影响是相当深的 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 自强不息的品格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知青治国时代 身处权力金字塔最顶层的习近平 李克强王岐山栗战书和赵乐际来自大约50%的省级政治官员 他们都有知青的经历 同样具有知青背景的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还有王晨刘鹤李锡 李鸿忠杨小杜郭升坤蔡奇 尤全等 而与习近平和赵乐际同样具有功农兵学员背景的 如今中央政治局里还有栗战书汪洋王沪林 杨洁实 杨小杜 陈希和蔡奇 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时代青年人的青春岁月 那里有他们的汗水迷茫爱情和痛苦 有很多当年的知青经常回到插队的农村 留年他们过去的时光 有的办起了知青主题的餐馆和知青博物馆 有的甚至移民到了西方国家 还恋恋不忘知青时光 历史研究院的文章 显然是要为习近平的知青时光秃之磨粉 文章写道 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青年 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 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知青并不是什么毁掉的一代人 而是在艰苦岁月中 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 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担任其领导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历史重任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 占比57.1% 第三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 历史学家葛建雄先生说 不能因为我们有些领导是下乡出身就认为上山下乡是对的 上山下乡这个运动绝对是错的 他们现在有句口号叫青春无悔 胡说八道 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那是青春无赖 没有选择的 有学者认为 得上山下乡运动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 做出具有历史众生感的揭示和思考 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 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 才能看清它的本质 否则我们留下的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 对戳头岁月被肯定的渴望 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 最终罪恶成了伪业 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在于剥夺了广大之心 自由谋生 自由哲业 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 绝大多数自治青年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 被裹挟到这场运动中去 虽然当时涨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但几千万青年人的青春被荒废 无数的家庭被拆散 从1978年底开始 各地之心游行请愿 要求回城 1979年1月 云南梦港农场的上万之心罢工 发出了不回城 物临死的口号 上千之心绝食抗争 北京之心 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 三万多之心跪在地上 齐声高喊 我们要回家 震动了全国 林彪支持林立国 在571工程纪要中指出 让自治青年上山下乡 使变相劳改 1978年邓小平在谈起 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 知青问题是说 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 买了三个不满意 知青不满意 家长不满意 农民也不满意 唐燕宇是 在上山下乡是罪恶 还是伪业一文中书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 从历史的角度 苦难只能是教训 是前车之鉴 对绝大多数人的苦难 我们不能漠视 对他们的苦情不可践踏 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 并对苦难制造者追究责任 以避免再受苦难 而不能把苦难合理化 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 对苦难的审视 应该隶属于知心整体 隶属于整个国家和民族 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 而是一代人的苦难 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 须知那些少数成功者 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 作为陪衬的 奥斯维新集中营并不是生命的意义 而是苦难 上山下乡并不意味着成长 而是苦难 战争并不意味着锤炼 而是苦难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无疑是一次中华民族的苦难 但毛泽东当年的红卫兵 习近平却并没有反思 这场刻骨铭心的苦难 而是将他视为美好的记忆 面对中国庞大的失业潮 和青年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 习近平和他的知心团队 从毛泽东极权主义思想 独库中搬出了上山下乡的旧夜户 这不仅说明习近平及其知心团队 治国理念的成就落后 而且严重违背了人性和人民的意愿 其结果必将布毛泽东失败的后撤 综上可见 习近平及其知心团队 希望通过新上山下乡运动 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 也缓解青年人对于民族自由追求的 政治安全压力 但网友们的评论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意 他们不愿走回头路 不愿重复历史的悲剧 中国人很新 但习近平和他的时代很旧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路易波拉巴 和他的5月18日中指出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 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 可以说都出现两次 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 第二次作为闹剧出现 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 社会和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 无法逆转的改变 习近平无法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时代 也无法阻挡中共的溃败 和中国限制民族转型的历史大势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大致感谢您的收看